他都跟他打過招呼 魅力很大 我們平常的演講沒有那麼多重要人物會出現 大部分都是學生 那他今天的題目也特別吸引人 然後說是香港中文大學 然後文化語中教學系的西主任 然後最近長期在從事民間佛教的研究 跟佛道交涉的比較 他今天的題目 南無火宅治理民間佛教 很多人看到題目問題都準備好了 我看到很多人想要問的問題 那我們這裡就不耽誤太多時間 我們把時間教委譚教授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大家花時間來 希望不會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所以平常我們在香港 特別是本哥講的都是廣文話 所以等一下你發現我PPT裡面有一些英文 助英 拼音就是我要查字典 普通話講法的一些查 好 首先非常感謝林俊妍老師邀請 有機會向大家分享一下 想一下現在20年了 20年來田野的一點感受 一點小巧的面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的演講 因為當時他跟我講 應該聽的大部分都是宗教研究系的學生 所以我以為大部分都是學生 結果不是很多老師也來了嗎 所以我演講大概會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要先向大家交代一下 為什麼要研究民間佛教 因為研究佛教那麼多高僧 大大宗派 佛教不是要弘法嗎 不是要上求佛果下化眾生嗎 不是要幫忙這些 還研究這些民間信仰嗎 有什麼意義與價值 這些話本來是應該跟宗教研究 特別為宗教研究系的學生來講 分享 是我的一些想法 那第二部分就是 就是說那個講到那個 民間佛教是什麼意思 今天所講的內容 特別會集中在那個 民間的地方遺失傳統 民間佛教可以包含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集中在這個遺失傳統方面 那有一個將級的subfuel 那有多少證據呢 很多所以說 How much evidence do you have 就是說你有多少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做田野 就是講自己的田野 有的時候比較 所以我們做的田野 有一點跟人類學不一樣的 就是說人類學比較喜歡 蹲在一個點很多年 然後很生日的 就是一個深度 我們希望做的還有一個廣度 就是說有多少普遍性 不光是一個田 所以向大家分享一下 甜點的一些材料 最後第三部分 如果有時間的話 希望也講 就是說這些民間余思傳統 它的來龍去脈 我們也希望 因為我們受了柯大偉老師一些影響 我們也希望做一點歷史人類學 就是說研究不光是當前我們看見的 那能不能講一點歷史 它是怎麼樣來龍去脈 能不能可以理解一下 大概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三部分 看看能講多少 講到那些民間的 民間信仰 為什麼要研究 因為1997年 就香港違歸 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香港違歸 那一年當然記得很清楚 就跟勞工人一起下去研究 那個客家地區的宗教與社會 原來是這樣子 就是民間信仰 那很多人都問了 為什麼要研究民間信仰呢 那勞工人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不是人們的國家 是人民 我們研究的是人民的宗教 真正的real China 因為當時大概80年代 90%的人住在江下 就是中國的人口分布 當我開始做田野的時候 大概97年 那個時候還有75%以上 所以大部分中國人都 活在那個鄉下 但是中國發展很快 大家就知道 不用講 現在大概有49%以上 就不夠一半 雖然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要研究傳統中國的話 那個鄉下的中國 是應該是我們要關注的 這個勞工人的回答 那我自己再加一點 特別是有跟學生 學生交流 研究這些民間的東西 它的意義 背後的價值 在哪裡呢 幹嘛有研究那麼多 佛教那麼多東西 那孔子有一句話 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 所以小道也有口觀 這個小道也有口觀 但是你唸下去就不行了 唸下去就是 君子不會做的這些事 君子不會為 所以不行 這個講法就是 否定 它有 但是不值得我們 我們是小人嗎 難道我們是小人嗎 研究這些東西 所以有一點 不能完全這樣說 所以我這些就是 我對那些 本科生要講的話 我們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活在後人類 後人類社會 host human host human world 有一個比較 不知道算不算的流行 就是說 特別是環保人士很喜歡 很喜歡講 我們不應該把注意力度 集中在人類 因為這個宇宙不光是人類 所以後人類 我們要講後人類 那我自己講的 特別是我接了基督任 這個位置以後 很多人都問我 你有什麼vision 你帶領著 我們整個系 要走哪一個方向 當時我不能回答 還沒有 我的回答就是 我不想的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就要做了 就是輪流嘛 但是後來我 我知道會怎麼樣回答 I have to reclaim the humanity 你知道香港是個金融中心嗎 最重要就是金融 AI IT 介紹就是金融 宗教是很邊緣 人文學科邊緣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文價值 是我們要堅持的一個東西 我們要維護的 所以reclaim就是要挽回 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社會責任 這個是我們研究宗教 宗教研究背後的一個價值 所以背後一個價值 很關鍵的包容 多元 平等 所以民間的東西 也是一個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是從這個價值觀 底下去接受它 這個是第一 reclaim humanity reclaim人文價值 這個是第一 第二 我們要尋找非主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研究很注意的 就是一個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所以博士考試 很快要博士考試 我很喜歡 問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有沒有另外一個看法 一般都回答沒有了 這個是唯一的 我就是真理了 我就是覺得這個研究 就有一點問題 如果你看到的只有你 這種方法 所以我們研究學俗 要找 要尋找 一個 另外的一個 所以禪宗有一個 有一個說法 就是 單板看 單板看 就好像你是單著一個 木板 如果你想像 你單著一個木板 你就看到一邊 沒有 看不到另外一邊 所以他說你是 單板看 就是禪宗有一個 有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要 不要做那個 單著那個 木板一個 一個人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常常問的 特別是學生很喜歡 你研究宗教 不是搞 spirituality的嗎 不是要講 靈性的嗎 你幹嘛跑到鄉下 哪裏有靈性的東西 我說有 我們講的靈性 幾種對話的靈性 所以我叫它 spirituality of dialogue 我們叫對話 我們跟所有的 不同的culture 有一種 對話的過程 是有一種 專重 聆聽 去理解 我們是抱著 這一種心態 下到鄉下去學習 包容 多元 平等 專重 然後聆聽 跟理解 嘗試去理解 所以我研究民間佛教 不是我希望成為民間佛教 不是 我是抱著一種 這樣子的教 所以它背後是 怎麼樣說呢 是代表著一種很 很強的核心價值 我們研究宗教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種核心教 不然的話 你研究宗教幹什麼 你抱著什麼 價值去研究宗教 這個是這個 另外我們要發展一種 宗教也講倫理 倫理 我們講的倫理 是一種 narrative ethics 就是說一種 罪事倫理 我們很喜歡講 民族事 就是ethnot 俱事的就是說 一開始 我們不是講 對或者錯 這種倫理 不是這樣子 去討論 去討論 討論 是從一種attentive listening 開始 看看聽它的故事 我叫這一種 contextional approach 就是非韌性性的像度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我們 就是說我們做這一種 研究背後所代表的 一種價值觀 的一種 一種姿態 這個是 最後一點 我們研究 因為最近我剛剛有寫完 為什麼講這些東西 我剛剛寫完一篇 向香港研究局 交代了 就是說你們 過去六年做了什麼研究 不是我啊 整個宗教系 我們的系有文化研究 宗教研究與神學研究 然後我要代表了宗教與神學研究 因為文化研究 他們另外一塊 他們另外寫報告 我要寫報告 你們研究是什麼 你們的精神在哪裡 你們的wishing在哪裡 所以寫了這些東西 跟大家分享 不光是我 我覺得是 當代宗教研究的一個方向 就是什麼呢 我們是 關注邊緣 為弱勢與手術 群體發信 高深有高深的信義 民間沒有民間的信義 我們作為學姐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繁衍他 另外一點 好 最後我們是一種critical 就是 繼承勞督 就是宗教 不光是宗教 也是 也是有一種 他的政治社會 經濟的一種相度 所以是這些 這些背後價值觀 推動我們去 當然 簡直是一個反思 做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想的那麼清楚 反過來做完 你要想一下 他價值價值 所以今天也講第一點 因為我以為 不是學生嗎 就是 學生這個 很喜歡問老師 欸 你做的好像跟我們 所理解的宗教 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講的是 spirituality 我們講的是 是一種 比較傳統的宗教 佛教就是佛教 八大宗派 高深 那麼多 你不去研究 跑到鄉下幹什麼 我說 背後有一種 核心加急 是我們整個宗教研究 要維護 推動的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 還沒開始 講 明天佛教之前 跟大家 分享的一點 好 那今天講的第二點就是 比較文獻 就是說 從傳統文獻 傳世文獻 找一個概念出來 當初我們去討論一間佛教 那 道教有火炬式 這個大家很熟悉 那個火炬的道士 我們這個 那佛教呢 佛教有沒有一個 一個 我強調說 佛教有一個康德法 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地方道教 佛教都有它的一個康德法 好像我剛才沒有介紹 第一個照片 等於大家再介紹 這是反過來的 再回到 這個 這個教片 這個是2007年 我在廣東英德 看了一個大 太平清教 那很多人說教就是道教 沒錯 確實是道教 但是現在所看到的鄉村 有一部分 而且有很大部分 是佛教 然後你從它 你怎麼樣看也看 也不能說它是道教 它是很清楚 告訴你 我的傳統是佛教 但是它才打開太平清教 所以那個時候 2007年我還搞不清楚 反正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慢慢去理解 我說需要有一種 另外的一個概念去看它 好 所以接下來多一點文獻 這個東西寫了 希望在期刊以後會看燈出來 大家就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這邊 大概在明清的BG裡頭 現在很容易 因為有電腦 你就是打一個關鍵詞 它就出來了 如果你打那個火宅生 我就是說佛教裡頭有一個概念 火宅生跟火炬道士可以是 可以是平等的 就是parallel的一個概念 以前我們比較少用的 我們火炬道士講的很多了 但是佛教裡邊 事實上也有用火宅生 以前很用的 現在我們在明清BG詩文當中 我這邊只是舉一些例子 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那個民間類書 商堂思考裡面就提到了 生有妻就叫繁嫂 或者叫繁老又叫火宅生 有幾個名字 所以有老婆的和尚事實上 不光是Tibetan Buddhism 不光是日本國教 中國原來都有 而且有一個明清給他 叫火宅生 就是一級都有 宋代的時候有一個 宋代的筆記總集 裡面引用到一個 一個攀魚的雜機也有講 生姬有加斯為之火宅生 所以這個很清楚 這個原來有 什麼時候開始有了 我們再看一下 《牟子李花倫》 這個很出名 呂編他有一段話在罵 罵當時的和尚 然後當時 當然是反過來 就證明當時有這個情況 那當時的沙門就是 當時的和尚有喝酒 又有虛 這個跟廣文化分別太大 所以我要提示妻子 他是虛妻子 有虛妻子的佛教上 那等等 當然他是在罵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確實是有這個情況 當時中國的和尚有一些 是有老婆的 我們先用一個 narrative ethics去講 先不要講這是對還是錯 先不要講 我們先聽他們講是整個一回事 包容包著雲聽 包著這個平等 一種心態 所以這個價值觀是很重要的 對我們宗教研究的人很重要 好 那個清朝 那個余靖邪引用 他引用南奇書 講的 南朝有一個道士叫顧歡 提到 他講也是一個批評 經以宗夏孝西隆 既不傳統又不傳譯 就是中國人學 令度的東西 學了一半 又學的不完全 他們呢 下欲欺儒 上費忠誓 不拜祖先 但是又有老婆 所以事實生有名曲 氣切的 所以當時的和尚有很多 是有老婆 還有小老婆 不光是老婆 還有小老婆 有這一種情況 這個是一個道士說 他是引用了 所以在明清小寶 這一種很多的故事 所以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宋朝有一個清一路 他講一個故事 香國寺 我特別注意 香國寺是很有名的一個寺廟 不是地方的寺廟 很有名的寺廟 旅邊有一個和像 他娶了一個老婆很漂亮 所以有一次 有一個少年 就買了一些酒 說我想 會一下你漂亮的老婆 行不行 當然不行 所以他就罵他 有這個故事 反正這個故事的 上文下 我們先不理他 我們就說 無心的死掉 就說明當時有這個情況 後來有一個南唐後主李淤 說他 同一個清一路 他就記他到那個 槍擊的時候 碰到一個和尚 他酒令啊 什麼什麼都很 吹彈得很 機場很好 而且自己包起了一個 一個記錄 所以他笑他是風流叫好 所以後 南唐後主 也碰到一種這種 所以可見 當時的情況 蠻普遍的 好 事實上有兩個和尚 非常有名的 公共邏輯 他翻譯了很多中國經典 他也是有老婆的 當然 傳統講他是被播的 就是長播的 不是他願意的 所以反正他 長播要他娶妻 要他喝酒 後來他成為國師了 所以俊書 我們就是二十四死 裏面也講到了 講到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他有一天 突然間覺得說 有兩個小孩在我的脖子上 要出生了 所以我馬上要洗他出生 所以他需要一個女孩 女人要讓他出生 所以他就有這些 跟他有關係了 所以生了兩個孩子 所以他是有孩子的 高聖傳也是這樣子記了 也是被人家逼了 因為法總不是 他那麼有才幹的人 不能說沒有後代啊 所以長播他有十個 所以老婆夫子應該還有十個 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有名的和尚 當時有這個情況 我不是說這個是對還是錯 我是研究歷史有這個情況 比較注意 另外一個有名的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和尚 那個唐吳燦 他很厲害 他可能懂一點秘密教 所以他求子 求他很明的 他會幫助你 而且他要教導 那個男女交結 就是道教的房中署 他也很懂 所以當時在北方 當時那個北梁的王帝很喜歡他 但後來為為國的王帝 聽到有這個人 他說你要把這個高僧給我 他當然不太狠啊 但是他有強國啊 不給也不行啊 所以他就把他殺掉 所以大家都沒有好 我不給你 你也不要 有這個故事 所以後來清朝這個人就說 和尚取老國子自古如此 趙義 趙義等一下我們多引用他的一些資料 他說和尚吃肉 娶老婆 由來久以 在他的一個 蓋魚重烤裡面 他是乾隆王帝的一個燙花 那不是泛泛之背啊 他是有來頭的 他寫的東西 應該有一點可靠吧 都講到這一種情況 好 好 我們在引用他的一些材料 這個 這個叫 這個燙花 清朝的燙花 他寫的一個筆記 他講到其中他引用了另外 他引用很多材料 引用的材料講到陝西 陝西那邊他說 他說估計他是受了蒙古喇嘛影響 所以陝西那邊的和尚 有娶妻吃肉的食慣 他記錄有這一點 所以可見北方當時 那我們看有一個詩 馬祖常有首詩 確實講到 去照驅坛做呼吸 驅坛就是高等馬 就是和尚引用 成為和尚 那當然是 釋迦牟尼佛的一個 一個稱號 就做呼吸 就是說當時 在那個地方 很多人喜歡 嫁給和尚 就有這個情況 所以和尚娶妻 在甘肅寧夏一代 根據他的材料 應該在這一代是很流行的 那不光是這一代 我們看新唐書裡面 宰相一個傳記 這個李德玉 一個傳記 他講到 不光是陝西 他講到是 這個是 就是 集團 他說集團有一種習慣 就是 這個是念玉 應該就是 賣 賣女 把自己的女兒 賣給人 為妻 所以他定了 定了一個規矩 十三歲以上的 要做三年 十三歲以下的 做五年 就要玩給 那個父母 你可以買 買了以後 他定了一個規矩 那後來 他的技術講 就是說 等等 很 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樓壁的 那個寺 旁邊有一個村 那個村 就有很多出家人 出家人出一個老婆的 然後他要禁止 所以說他沒進幾日以前 西川很流行這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西川啊 唐以來就有這個事情 這些都是一些零碎的材料 我們把它加起來 好 這個唐房欠禮 另外有一個 也是那個教育引用的 就講到 不光是北方 剛才是講比較北方的西川啊 陕斯那邊 他就講到男人 南方 但是南方的人 信的不是真正的佛教 因為有些聖人還是吃肉的 還是土人 南方的人很喜歡把女兒 嫁給他們 因為他們的收入很好 嫁給他們 所以他們都會請他們來 宰羊啊 宰豬啊 來吃 成為做儀式 所以他進入南方的這些 娶老婆的和尚 會做法事 而且人家很喜歡他們 把女兒嫁給他們 有這樣子的 後來這個 趙洪之所貪於 所寫的也是他引用的 他說廣州 僧有私家 也就是為救國家生 他重新用這個詞了 所以 另外我們看宋朝的 也有這個說法 積樂篇講到 廣南廣東南面 很多聖人很有錢 所以當地的人 很喜歡嫁給聖人 所以這個很喜歡 這個 所以可見 剛才講的是 甘肅 嶺下 西川 現在是嶺南 都有這種風俗 曾經有這種風俗 非常普遍 還有一個資料 就是差不多了 民眾 就是福建的成樂 有一個文人叫 謝 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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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和尚 不光是和尚 聲道 都是公然 序法 掌入妻子的 而且有幾百人 不是一個兩個 好多啊 就是在福建 非常多 等等 他就提到 所以根據這些 我們可見 在廣東廣西 福建西川 山西 甘肅 甘肅 寧夏 都有 所以比較普遍 比較普遍 根據剛才那個 一季的小說 當然 有些人就給了一個 就是說 他們就是六橋以前 清歸未利的緣故了 或者是他不明白那個戒律 所以有這個情況 可能不會這樣就簡單 再看一個材料 就是 煙霞萬古流文集裡頭 他講到 講到那個蘇州 蘇州有一個生官 生官就是一個官 就是有一個生人 他是生官 他居然 就是曲老伯 他用了兩個典故 一個是羅吉 吞針 吞針 他這個故事 這樣講 寇莫羅吉 剛才講過了 他娶老婆 那後來很多聖人看見 他是國師 他也娶老婆 我也娶了 所以他就有一點生氣 他就表演吞針 就把針吞下來 他說如果你可以這樣講 你可以跟我一起 娶老婆 就是有一個故事這樣講 所以他說吞針是這個意思 意思就是 吞針 文殊勇童長之女 這個是密宗 講 喵應天女 是文殊勢力 不叫做明飛 明飛的雙修的一種 所以他用了這兩個典故來說 當時在蘇州那個生官 他是有 有曲老婆 明目張膽 曲老婆 當然他給了一個理由就是 不明白規律了 所以他接著說 但接下來說這句話很有意思 他說他們不明白戒律 所以他家具佛宅 就等等法律 燒豬 叫搖零鼓啊 誦經啊 唱凡碑 而且放咽口 獨家 意思他就說 把這幫人 娶老婆 把他做法 先黏起來 就說 接幫人 不明 當然他用批評的話 來做 就可見 這種情況是 就是很久 好 所以 第二部分講完了 我就是從一些 PG小說的材料 抽出來就是 論證 當時 就是子谷道經 都有這個 事實上都有這種情況 就有一種火宅生 他是做法式的 而且在北中國 南中國都有 非常流行 他跟我們在大將軍看到的佛教 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也很受歡迎 而且特別是在南方 很喜歡把女兒嫁給他們 他們收入可能收入很好 這一點 但是在我看見 我是田野西從廣東北面做起來的 在廣東北面 雖然他們說是佛教 常常看到他跟呂山西一起的 所以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後來找到一條很辛苦 找到一條相關的材料 所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近視 他是在廣東做官的 他寫了一個南越地記 他當中提到永安 這個不是附件的永安 是現在幾經 廣東幾經的地方 他講到這個地方 有一種 有一種風俗 就是有病的時候 你要用雞蛋 來打開那個雞蛋 看雞蛋旅邊 然後可以知道那個病怎麼樣 然後你就 然後就那個巫師 他把那個扮成女的 再跳舞 打鼓 唱歌 等等 這個有病的嬰兒呢 就這樣子就會好了 因為他就是幫他 過關有沒有講過關 沒有沒有 他就講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清朝的時候 就一定有看見女善害的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 有 等一下會會 為什麼這個材料 對我有幫助 就是 等一下會認證 事實上 我們現在看到的傳統 最早都會到清朝 這個是其中一個 一個比較明顯的 一個例證 這個對我有意思 因為 因為 幾經呢 現在 已經看不到女善害 就因為 因為解放後的 幾經是一個紅 非常紅的一個線 所以所有東西都沒有 但是留了一種戲 叫 叫花僑戲 現在是非禮 那花僑戲 現在你上網看 花僑戲 你什麼都看不見 你去訪問老人家 你會聽到 以前的花僑戲是怎麼樣 以前的花僑戲是 越東客家地區的 只有一個男的 半情合相 然後 另外一個男的 八情女的 然後拿牛角 拿劍 來唱歌 這一種戲 叫花僑戲 不行 你現在可以上網看看 花僑戲是另外一種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完全 他是呂山派的一種施工戲 在廣東北面 怪不得 現在我們跑到廣東北面 雖然是南柏 今天講南柏 等一下要講南柏 還是有一點呂山 因為當時兩個傳統很流行的 所以這個材料 因為對我很 很有啟發 所以跟大家分享 當然研究女三的 有這個法國的叫什麼 被規矩 是吧 他也講到這個 這個過關的法式 XX就是跟清朝那個 剛才引用的 李條元所講的 破胎過關的法式 是一模一樣 那個勞格文跟葉林生 所出版的 旅邊也有記錄這一個法式 那這個法式呢 我也在09年的時候 也在武田看過 你看那個法式 不是看打開雞蛋嗎 打開雞蛋看嗎 然後 然後再做法式 幫他過關 所以原來是 現在也做的一個 好 所以第二部分完了 我就是主要寫的文章 也是寫這一部分 就是介紹一個概念叫 火宅生 用來幫助我們 去統清這些民間佛教 民間佛教不是今天才 民間佛教是我們 學姐倡促出來的 以前沒有這樣子教 那火宅生是 知古到今都有用的 後來沒有用 這個是明清以後 比較少用了 明清以前常用的 一個名詞 一種現象 這個是第二部分 那很多人都問我了 就是說你說 他們是佛教的 有什麼證據 你為什麼叫他們佛教 我是根據幾點 第一個 就是人類學家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不是跟他們辯論 你要尊重他們 他們自我認同 自我理解自己的身份 那麼確實 就是好像我們 PowerPoint第一個 他打教 本來是應該道教 但是他完全用佛教的 所以他的認同 所以我主要是根據他自己的認同 也看到榜文 他寫 等一下給大家看他的榜文 落法他怎麼寫 也是他用的認同 也看到他們的神筒 看他們的服裝的象徵 他們做了法事 來的經書來斷定 所以我們民間看到的 有一幫人 他的認同是佛教 所以我給一個明清 叫民間佛教 如果用一個古老的名字 應該說他們是佛教生 因為他都叫自己是和尚 以前也有這個稱呼 他們是和尚 好 你有多少證據 你是在廣東北面看到的嗎 還是在哪裡看到的 所以現在二十年 看起來就是第一 就是在沒有錯 廣東北面廣東英德 這兩個包括這個海報的 這個海報很有意思 就是因為等一下會解釋 其實本來他們是分成兩堂的 那這個我以為他是 他是忘記了換衣服 原來不是 原來他是兩個都可以做的 所以他把雨衫 穿成那個佛教的裝飾 所以這個廣東英德 還有殭師慈化 就是浦安的祖庭那邊 殭師的銅骨 叫香花河 還有湖南的 湖南新化 他們研究那個道教 西教很多 但是我們就發現 跟李俊陽老師就是他 另外有一個叫陰教 陰蓋的陰 也是民間的 他們穿成和尚的這個樣子 還有建川更有意思 建川就是白竹 白竹他是繼承那個大禮國的 唐僑以來 南教滅了就大禮國 大禮國是佛國 佛教的國家 絕對是佛教國家 他流行的是一種 他們說是白竹的密教 但是還好 我把林靜陽老師帶過去 今天所看到的他們做的 完全是道教 那怎麼樣是一個佛國的國家 做的阿加密教 做出來的意思是道教的框架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解答的 其中一個問題 中間有一個發展 反正 所以他們是很明顯的一個 那個 還有那個 林老師在福建造安 所做的一個 一個相當和尚 所以就是說 當然有一個批評阿 棉月幹香店 都是比較南方 所以為什麼你不做北方 然後我開玩笑就是 因為我是南南 我自己是真南方的 所以我就沒有啦 沒有時間做那麼多 就留一點給其他人做 這個是一點局限 但是剛才看的材料 不光是里南 他們有賞西 有明夏 還有甘肅等等 西川廣西都有這個傳統 好 南摩 南摩 南摩因為 我們的同行 香港就叫南摩 現在的南摩 就叫自己是正義南摩 正義南摩道士 我覺得很奇怪 南摩不是佛教的 南摩阿彌陀佛嗎 為什麼會改成道教 反正沒有 所以我一直懷疑 而且我在廣東北面看到 剛才給大家看 包括這個 他們也叫南摩 他就沒有正義這個概念 為什麼香港的變成正義呢 這個我一直懷疑 後來 但是我在香港沒有做田野 因為在香港做田野太用極了 就是看打叫的人 比打叫的人更多多幾倍 而且我也很喜歡去看 因為我去看 我可以告訴你 那這一幫是香港大學的 那一幫是機會大學 那一幫是城市大學 那一幫是 我都可以分出來 還有那一幫是警方的 法律組 他就叫他有事 所以這個警察我也知道 他就哇 這個道士走到一邊 哇一打圈一邊 他叫的有困難 我說幹嘛又在那邊這樣呢 我說我跑到廣東北面算 所以我在香港是 有看了有去帶學生去看 沒有真正做研究 所以研究這些 那些我們同行就說 他們原來是正義道士 然後相村化變成男模 但是後來還好 同行之中 這個是有一點誤導 這個原來是黃代仙 他們請那個圓圓學院做的 但是他們做的是香港很流行的 一個先天號是那個 我們叫大三清做超度 道士做的 但做起來很像佛教的 你看他做台等等 所以我一直懷疑南模是不是建立道教 就是有這個疑問 還好做研究的 當時有一幫人是意識學家 就是柯大衛老師跟他的學生 張瑞輝 因為他們不許做宗教的 所以他們發表 只是一個newsletter 就好像我們政大這個newsletter一樣 還沒發表在期刊 他1981年他們做的很久 當時我還沒畢業還在念書 他說1981年的時候他做的田園 在西貢南模老 就是剛才我們研究 有一個情況 他們用的那種南模叫客家南模 那這種南模他會去牛角 骨子餡淋包 放水燈的時候 劈加蝦 而且川民都叫他們和尚老 所以有兩種親父南模跟和尚老 所以他們可見他們就是 我們今天在越北看到的 結合佛教跟女三的一種傳統 就跟金正義沒有關係 我看見這個材料非常高興 雖然不是我做的田園 起碼他激入了 所以我們 所以我喜歡講歷史人類學 就是說人類學一定要有歷史的背景 不然的話你今天看見的 你以為就是這樣子 拿著大錯二錯 後來怎麼樣改變就要考證了 起碼他可以解決了 我今天在另外的地方 才看到的南模 為什麼就是這樣子一回事 所以最少我們要這樣子講 南模有兩種一種本別南模 客家南 我們在今天要看到的寫定化一種南模 那怎麼樣變成正義呢 那就要慢慢研究了 好 所以從南模 所以南模是一種民間佛教的原來 好 這個我是在和言幾經所看到的 這個很有名當地 而且很多本很好笑的 我去訪問他 因為他耳朵很濃 很多人很怕說 推來推去 就說我不去了 因為這個人有法術的 他說得罪了他很 所以很怕他 就是很有名的 所以不能得罪他 所以有一種這樣的情況 他幾經這個和言就是在 也是在廣東 他們也是兩 只會說他是南模 災工他們更多叫災工 其實你看他的服飾 你叫他的任盟佛教 但是他也做 是一個結合 符合啊 台灣喜歡講符合 這是女生跟佛教的那個佛 好 這個可以 沒有這個很簡單 半分鐘 這個也不是我拍的 是他們拍的 就是說他 你看他爬刀山 本來應該是女山 女山他做的 他是不是忘記了換衣服呢 我常常以為他們是忘記了 但是在他們的理解 同一套 他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他是可以穿個和尚服 爬刀梯做法式 給大家看一個證據 為什麼我們說他 所以就看那麼多就夠了 有其他黨教都不用看 有其他黨教都不用看 他跟北面 七拱 那個南摩 他們也是兩幫人合作的 這個是 這個 這個人可能已經不在了 這個當時2000年 他已經80多歲了 現在應該90多了 我不知道 太忙了 沒有去 去探探 這些南摩 這些這個是 所以他打架的時候是一起的 兩個談 兩個談一起做的 等一下有其他的可以清楚 這個就是 這個我給他看那個 他罵我很多次 也警告我 不要把這個照片給人家看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這個照片 因為當時吹風很大 這個包梯很危險 所以他抱著他說 然後大喊 大喊一個神明 叫什麼 什麼 什麼當地的一個 什麼網 他當時告訴我 他說這個 這個不好看 不要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好 是吧 反正他是 他是爬刀梯的 他們就是南摩 當時那個打架的時候 看見 這個是萬甲 這個是江西了 江西這個是 古安祖庭的一個 古安弟子 他們把自己叫成佛教道士 他們 我們還是道士 那是佛教的道士 很有趣啊 原來他們就是把 古安結合呂山 所以呂山在很多地方 非常流行 是原來他有一個傳統 這個就是他坐呂山的時候 也沒有可能天氣太冷了 也沒有換衣服了 拿著那個雞 把那個插著那個雞 來做了一個法師 這個是萬甲 也是附近的 也是一個佛教道士 我這邊給一個 因為剛剛我們開了一個研討 呂葉跟林老師呢 他在甘東北 就是報道了有一種香化道士 香化本來就是香化 把他搞成道士 可見他是佛教跟道教一起的 所以這種情況 我沒有去幹東北 這個是幹四北 也是江西 比較靠近普安那邊的 所以他們就叫佛教道士 所以他們就叫佛教道士 你可以看文壇 這個是文壇的時候 這個是文壇的時候 這個是童古 呂彭志在童古做過一個正義派的 彭亦菲也寫了一個博士論文 關於那個香化 香化和尚 也是一種民間的佛教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阿加利比較比較近 最近我們去比較近 這個段 他今天不在 無所謂 他也說盡量不要 他說盡量不要 我是這個是偶然 偶然一次回 沒關係 他不在 你不要告訴他 這個就是英德的 拿摩兩千年的時候 下一個 這個也是英德的 比較清楚了 文壇武壇 兒子 他兒子 這個是武壇的時候 做的法式 這個就是另外 就是英德的地方 很多地方 他是分開文壇 事實上是同一幫人 年紀大的就是文壇 年輕人因為舞壇要跳 所以年輕人加舞壇 但是這個呢 他沒有老人家 可能老人家去世 他一個人做 所以他就 反正就是同一幫人 所以這個是提醒我 事實上他們覺得兩個 傳統是結合的 在他們來說是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他也爬刀梯了 你看 不過爬刀梯的時候 他把這個福章脫了 因為比較麻煩 他脫了不是說要換 而是比較麻煩 所以他沒有 但是他清淨的時候 還是這樣子 還是用佛教的福章去清淨 這個也是 所以不光是一個地方 也不光是一個壇 這個是樂昌也比較北邊的 這是施工 也是份文舞壇 比較清楚的文壇 文壇他那個上面的裝飾是 這樣子寫的 完全都是俗 就比較清楚了 他們認同 然後他會轉舞 就是好現在做舞了 舞了他就轉成呂山 他講的內容 就掛的這邊沒有看到 而且服裝都看見是女上的裝飾 所以看了斑文 他的稱為佛道種子法壇 所以他的法壇是佛道的 佛道 這個是常見的一種所謂 好 這個是我研究的一個轉捩 轉捩點 這是04年的時候 因為開啟的時候 根本沒有想到什麼民間佛教 我們開始做的是地方社會與宗教的一個課題 其中有一個地方是和言十三方 當時研究的是中國社會與宗教等等 這個不用講了 十三方很流行的 這種形態在台灣可能也常見 就是有十三個鄉村 連成一個聯盟 他們信奉的一個神靈 我們等一下再講他的神靈 他是十三方輪流公奉的 所以十三年才一次 每一次轉地方的時候 他又打一個叫 然後再交給下一方 所以這叫十三方輪制 所以當時我們去研究這個structure 這個社會 地方社會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 宗禮後的中國社會 是以廟為中心的一個地方社會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當時這個hypertise 這是勞多人後來整理出來的 宗禮後的中國地方社會以廟為中心 而且這個輪制的一種形態在附件很流行 那當時他們共同供奉的 事實上是個青花王 青花經 那後來今天所看到呢 這個青花經就變成黃神之 黃神之是唐僑的一個官 後來給後梁封為敏華 後來又變成名 這個很複雜 那怎麼變啊 所以當時我們關注的故事遺失 關注的是這個地方社會 那好 反正有打叫嘛 打叫也不常 有一天半誰去 那麼他們大部分人都去 他又看這個祖谷 因為很多祖谷 十三個方的祖谷 那我呢 我也不很像常 我可以看祖谷 我說我看打叫 所以我就去了看打叫 那看了以後 他們說好啊好啊 你們去訪問那個道士 當時我們是以道士 來形成所有的儀式專家 反正是道士 用來打叫嘛 當然是道士 但是我去到看的時候 就是說 這個人的獎項不是很好看嗎 但是反正你看見 這個也不清楚 他是寫佛的 我主要關注的是他貼出來的版文 落寬 那些成生 這個怎麼樣搞啊 道士為什麼親自己在生呢 所以我開始 零四年開始懷疑 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打叫 有一幫人是佛教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奇葩點 所以我特別常常舉這個十三方 第一個十三方的立體非常有趣 有十三方嘛 這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一個地方社會的 很簡直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版文 都是他自己的認同 都是生啊 這個不能否認的 他是他自己的認同 那再看江西香花 香花和尚 當然他們是講的都是普安啊 講的都是奉歷代的沙門 歷代禪屍 所以很清楚他們是一個佛教認同的 一個一個 所以我們研究的奉歷是 但是這個也有一種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了 當時我們是 是怎麼樣 我們廣東話是碰他 就是說你拿出來嗎 那些所有東西拿出來 給人家看一下你有多少 所以他大部分也不是完全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都拍耶 他不會給你完全拍耶 只是拍了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我們慢慢慢慢 這三個都是我們比較熟的 後來我將來出這個就是靠他 因為他後來他退休了 他還退休了 好了好了 我把百分之八十的東西寫出來 講出來 那我一起訪問他 他說這個不能講 不是秘密 家傳了 所以這個我們希望以後看更多了 當中有一個很很很很關鍵 這個是在一本叫 生家與其全科 這個是在萬載一個香花 不是香花 在萬載一個佛教道士 他自清為普安弟子 我說我是普安弟子 但是他有一個文件是這樣寫的 西加馬尼佛門下 余全正宗教派南全香水院 然後我們知道他是普安派的 再講歸一龍虎山 他還是去龍虎山 天師府門下 所以他見學到教 佛還是到呢 你再看下去 靈化師萬載教祖 祖師全下 原來他是 信雲山 大里山 有一個寺廟的 座牆等等 他們做的佛師是 培養直伏 度亡往生 佛道雙修 佛道雙修 俗家香花生 我跟他講你是香花生 他說什麼是香花 他沒有聽過 他說我們我是普安弟子 他自己也搞不清 但是他很清楚這個文件 看見他的傳承是佛教 堅學道教 這個是在江西的 而且非常靠近普安祖平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是偶然的 偶然發現有一個文件 可以清楚看到他的一個 一件佛教的一個傳統 普安不再講了 像去年講過了 這個是普安福 因為剛剛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會在香港 我們的謝西偉老師 寫了一篇非常好的論文 就寫福 然後當然要我 那個回應他 我就放了一些照片回應 我福我不太懂 這個是普安的福 普安除了咒以外 還有他的福 關鍵就是在這個字 因為印書是普安的字 所以他結尾都用書這個字 而且現在結分 當地還有一個民俗 結分我們不是簽前面要掛一個 我不知道台灣掛什麼 好像掛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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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男一個女兒 我可以掛他們是掛一個書 書喔 劈邪畫一個字 書這個字 很有趣 現在民俗也有這個 這個是我常常也很喜歡 就是那一次我到他家 他家住在山巷 好像這個山巷 我說沒有啦 我不如住在县城那個女店算了 因為你上巷太遠了 他說不遠很快的 四十五分鐘的到了 四十五分鐘喔 你走四十五分鐘 我走了一個多少小時了 還是最後還是去了 你怕我把我的馬也來幫你 這個時他拿來個馬 我嚇我一跳 我說哇好厲害 在香港馬祖是很有錢 才能當馬祖 所以我很喜歡那個照片 那後來怕了 那當然我不敢騎 也不敢把我的行李放在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下一生做牛做馬 因為我怕我做馬 不亂了 我就走上去算了 所以很有紀念 他是 後來他就叫我這個 他說那個福 關鍵大家都知道了 你們也就道教知道 我原來不知道 那個關鍵是在這個 這個黑點 一邊念舊 一邊就是這些 土土土土土 你都不知道他在死 他說這個很關鍵 但是他畫的是土安福 土安的福 而且他不管是國安 觀音也行了 觀音熱令等等的做什麼 但是這個沒有沒有這個點 這個不行 這個當時只是給大家看 這個金箔現在已經不在了 也是根據他 這個是應該是 英德那個文壇武壇 那個南魔 英德的南魔 他們叫南魔 他的福很多 他給我們 我拍出來 然後大家都問 那麼多的 好像那個 通書 通書很多東西 現在都不用的 通書很多 記錄很多東西 後來很多人告訴我 他現在不用了 但他的記錄都用的 有一些打架 我看見他有一 古文化裡面講 有一打 我們講有一打 就是很多 哇 他們都在用的 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發水啊 這個草 所以這個福用的很多 都是福安的 都是福安做頭了 所以真正在用了 這個也是有點 misleading 這個是新化的觀音 觀音教 就是他們用福 民間用福是很多的 當時我回應 記得講到 民間佛教的一些神學 神學 因為當時那個 謝士偉老師講 我們道教呢 內念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福有沒有效呢 主要是看有沒有真氣 你的氣怎麼樣怎麼樣 講那個內丹啊 另外一個人 跟那個David Mosino也是這樣講 我在想 佛教也沒有這個東西啊 可能異教有了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 一個天主教的神學 的一個字 叫什麼呢 叫Ex Opelio Operato 我不知道我念的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拉丁 拉丁文 拉丁文 這個天主教的儀式裡面 有一種神學 就是說我開個密撒 為什麼它有效呢 不是因為那個神父講得很好 我聽過一個笑話 有一個神父到了天堂 後來天主就跟他說 你要先到念玉下 就是不能進天堂 他說為什麼 那後來剛好有一個人經過 他是開那個 我們叫Wan 就是那個就是 十四個人做的那一種公共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公共的小巴 公共小巴 那個開車的人 天主見到他 你進來馬上可以進來 那個神父的覺得很生氣 我說我 我常常看密撒 他說你知道啊 你看密撒講的時候 所有人都睡覺 這個人開車的時候 所有人都祈禱 因為他開車是飛車的命 亡命飛車 他說所有人都祈禱 所以他誤了很多人 所以他馬上會進來 沒有開玩笑 所以我的意思說 雖然神父講到每個人都睡覺 但是他的密撒還是有效的 為什麼 因為他能夠正確地執行 所以天主教有一種兼有的神學 所以我看民間佛教也是這樣子 他可能沒有什麼修為 我懷疑他有沒有真氣的 我不知道 但是他能夠這樣子執行 按照傳統就是有效 所以這一種神學叫 Operio Operato 這個 這個是 每東西講 就想一個東西 來回應謝老師的 因為他講了很多內丹 我都不懂 另外一個是真的 就是傳承價值意 就是說 我 因為祖先 我繼承了 一直一代一代繼承了 所以我有法律 也有一個笑話 就是說 有一個人就帶他的朋友去 說 蜜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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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來吃 他說很危險 你那个蜜蜂会争你了 他说是我第一次去的他争我 但是我回去问师父 他说有没有什么方法 师父说你就跟他说不要争我嘛 所以我每一次去的时候他说 拜托你不要争我 他就拿来吃了 那个人说我学到了 所以以后他去拿真的要命 因为他没有常全加持力 他不是他师父不是他的 所以你不能什么DIY Do it yourself 就是看了你就做这个不行了 所以有这个 这个可能跟宋以后那个 天丁叫什么 天律transformation 就是就是那个密教改革 以后有关 所以也有他的这个 后面会不讲的这个 另外就是法师了 这个是跟林靖元老师学的 那我们看法师看他打架 看什么了 后来才知道有师的重点 发奏 他发的文书怎么样写 曹科 就是无论他是道教佛教都有曹科了 那曹科变神变成什么呢 变成地藏王呢 还是变成那个旧火天尊呢 赤水靖坛怎么样做呢 他靖坛刚才看见很多普安徒了 他凭什么来靖坛呢 跟那个季姑 他是做蒙山还是做什么呢 还是做大三清的等等 我们来判别 他是属于哪一个传统 但是他的母体 parent group 我相信他是有一个parent group的 是属于佛教还是道教 这个 我还有多少时间 不可以啊 不可以还有下一个part two 接下来就讲 所谓的历史人类学 我们就希望去考证一下 我们可以讲多少历史 刚才讲的 但是分成两段嘛 就是明清以前的我们有火宅生 今天所见到的民间佛教 那民间佛教怎么样来的呢 是火宅生那边来的还是怎么样呢 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们在田野尝试去找一点历史 我们最早可以退到什么时候 这个金伯拉刚刚 04年80岁 他现在不在了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很多的那个 英德的坛 他们打架是这样子的 一个一个是 这个是文坛 就是反正他们两个地方 一个文坛 一个武坛 这个是寒灵 这个不文野鬼 这个是文坛 文坛的 这个是武坛的 武坛在下面 所以他们是分寒两坛 这个这个座 这个是文坛旅边 他又写一个普安坛 就是文坛一个 一个章坡旅边 看他的 我们关键的 就是看他的文献 就是他的刻意本 那中间他有一段 启诗的时候提到 可以追一点历史的 他的诗 就是很多很多什么什么什么狼 讲到一个云石寺内 开山太体 鸟城河巷 可见他的祖师 是来自一个寺庙 而且是一个河巷 那在当地追呢 没有了 他说有 当地的乡村的村民说 有 当年是有个云石寺 他就讲 现在没有了 就在这里了 留下一个石头 所以是有的 没关系 所以 追他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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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传统 三点 三点半 好 追他的传统呢 可以 这个不能完全看见 在下面才能看见 不过不知道怎么调 反正可以 下面我也看不到 就 就 捧 这一点点 无心的史料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就这样子算了 就这样子看 也可以 算了 这样子反而可以看到 整个 就不用翻译 好 所以根据刚才那个 他的一点点资料呢 在家乡一些访谈呢 我们可以把他 他是九岁开始学了 他追到清代中业 大概 嘉庆年间 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现在就算了 这个是一个传统 另外就是江西的 江西的香花 香花这个人也是非常保守 他手上的很关键的一个材料 不给我们拍 那我进来看一下 抄一下可以吧 他也说可以 我抄了一下 就把 原来他就把他的传统都讲出来了 而且 这个是 这个字怎么念啊 塞啊 西啊 西叫请神 其中一个 提到那个万载 就是那个地方 古有安等等等等 黄柏堂 一些禅师 就是他的师父 以前都是老禅师啊 而且又提到一支 大年山古佛庙 出家 出家和尚是我写的 因为他写 上红下开 所以应该是一个出家的和尚 所以可见 他以前的祖师 都是和尚 都是出家的 就是出家的和尚 然后 当地的 他说 这个大年山古佛庙还要 所以我们就去找 果然在山顶 那找到 大年山 那个寺庙的字不一样 这个05年去了 那 找他们的住持 他是有一个材料 他是手套 当然一个烧调 原来那个已经烧掉了 所以现在那个还把 啊 秀庙的人记下来 但是他敲了一点历史 他就是以前有 这个可能 古本有个历史 就是大年山 寿府寺呢 是清朝乾隆年干役的 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佛 是定光古佛 应该有客家人的一个 一个古佛 还提到 哎呀 当然这个是他讲的 马祖道义曾经来过这边 等等 所以是禅宗的了 没关系 这个是 当然是myth的一部分 他们的神话 不一定是真 那他的认同了 我们也专重了 马祖道义真 是不是真的来过这边 也不 但是关键是后面 他说康斯末年的时候 姓南的一帮人啊 从铜骨来这边 把他们的丁光古佛大来 大来以后呢 大概乾隆年 在这边 重建一个庙 以前是一个古庙 所以以前古庙是一段历史 很久了 但是清朝的时候 乾隆年间 有一个人来这边 建了一个古庙 带来丁光古佛 好 就是客家人的一个庙 那 关键在后面啊 就是民国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出家 他就是普汉弟子 所以由他传下来 可见这个传统不强了 是民国的时候才开 1920年 开始的 从这个寺庙出来的 所以那个铜骨的 刚才姓炕的 那一个 那一支呢 是这样给下来 好辛苦 才找到一点点历史 好 然后后来大业金呢 就没有了 烧了 所以这个传统是这样 好 再找 我们都是碰到处碰 看看这个能不能够 那个行不行 这个是江西了 也非常洁净磁化寺了 王兴勇 也是非常有名 而且他字号是第32代传人 那他有名了 所以很忙 跟他谈每两句他就打电话 很多人找他法事 所以结果后来他接了 他一些课本给我们看 其中就提到 魏山等等门下 很多残师 这段历史是不是 魏山魏阳宗呢 我们先不讲了 反正他有这样子 就按照他列出来 十八代祖先 一代一代都是残师佛教 那本质真正的 好像我们看祖谱 推推推推到很远很远 但是来到这边呢 开山祖是谁呢 这个才是关键 什么时候来这边呢 我们也是 本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本质老友 十从万祖士 十八个人传下来 我猜这个传统是这边来的 以前讲的魏阳宗是以前的 他持他自己的认同 那个十八人 这个万祖士 是在高春 焦湖附近 一直传下来 前面都是和尚 那后来有一个人 叫嘉义人士的居士呢 后来传到居士 好 词画之下 施主三十九人 另外一个 我忘记写哪一本 就把那个 他那一字三十九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 好 这些是一个大教训 我们很多时候都讲了一大队人 那怎么样去知道他是哪一个 因为中间很多人就是同一代的 所以你不能数多少代 多少人不是多少代 后来还好他说 当年有一个人很有名的 叫叫姓袁的袁耀怡 他见过他 他父亲见过他 他非常有名 他有二十五个徒弟 二十五个徒弟的名字差不多都没有传过了 差不多在里面 所以这一堆人是同一代的 所以你根据这个 你数不出来 你要问他 才才知道 所以他说他是三十二代 我是拆了 我这边是用拆的 这边三十九个人 此话记下三十九个人 减缺二十五个 大概有十四 大概有十四代 加上万祖寺十八代祖先 所以他就是三十二代 如果我这样子 算是真 这个是当然是拆了 他的传统大概是明末清初 清初的时候 传到居士 以前都是说上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另外这个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 这个他不能讲什么 但是他其中一个课一本 诗文其福书 有两行字 偶然发现有两行字 他就讲传法师 什么什么禅师 传与俗 开始 原来就是禅师 开始传 那个俗人了 传给居士了 那另外一本书 那个符呢 他就写 乾隆 58年 这个书是光绪 光绪年敲的 所以可以可见 他传的时候 大概是乾隆年 乾隆年间 开始传给 在家的居士 这一派 这个是根据他 口述的等等加起来 推推推 大概是乾隆年 大概清中叶 传到这个传统 所以要讲历史很辛苦 所以现在总结了 就是这几年前 大概同古了 民国初年 英德呢 大概清的中叶 宜春词画师 大概明初 应该更迟了 江西呢 清中叶 所以大概就是 清初与清中叶 开始传的 一个传统 这个当然不能结论的 就是我们能够查到的 最近我们 词画师 因为当年这个 要讲人要重新再画 词画师当年有24条的 一个规模 那我们这个是最近 跟林老师一起去跑 新画 流底 有一个音教 音教语编 他有一个课一本 佛门起神喝 语编提到 我们是词画师 冬一辽 词画师冬一辽 刚才有24条 冬一辽是其中一辽 他那边来的 音教可见他是词画师了 另外一个人跑不到 田雁 他跑了 他的乡下轮回 轮回那边 他说我们是 南淳山 词画师 四六条 四六条 那边来 好 另外一个人 他是好朋友 姓龙的 在他家乡 四七条 所以词画师二十四条 他现在叫湖南 新画 可以找到 他有传 传下来 那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传到 传到那个湖南 从江西 这个很复杂 根据那个 那个田雁讲 大概 因为他们写 他们课一本有写 大概是明朝 明朝 这个牵细到一点 但是我去考证呢 大概是清朝 因为词画师刚好 田雁怎么知道呢 因为原来湖南 那边也修了 修了他们和尚的谱 那他修谱的时候 刚好跟词画师 也修了和尚的谱 那两个谱 差不多同一时间 差不多同一时间修了 大概是 我忘记了哪一年了 那谱里头呢 提到一些材料 这些比较比较解释了 因为时间差不多就 不定于跟你解释了 但是他大概提到就是 清初的时候呢 清朝事实上还没 还没 不能够控制江西这一带 所以还有明末的一些将 将在那边 包括佐良玉啊 吴山贵啊 那些返青的在那边 那当时记载了 他们曾经到了词画师 就是把和尚赶出去了 跟现在简黄军一样 现在后来 那个文革的时候 变成什么什么东西了 变成军营啊 那词画师有几次 大家清楚的时候了 后来顺治年间才重新建起来 我根据这些资料呢 我猜当时词画师那是这段时间 因为赶出去了 就去了湖南 还有几个怎么讲呢 collaborating evidence 第一 当时词画师的祖谷呢 开始记载有完熟的圣人 我觉得很奇怪 还熟应该不是很光荣啊 干嘛那个祖谷要把它记下来呢 从那段 而且前面没有 从清朝 大家中叶以后 他开始记载这个和尚还熟了 而且开始记载有些和尚是来自湖南 所以加起来 我觉得湖南那一支呢 应教现在应该 大概是清朝中叶 那个时候从江西到湖南 开始就传到明天 成为我们今天看到 所以他们坚持我们是和尚 结分可以结分的和尚 就是这样子 因为按照道理 当时大池花的田场很丰富 他们不用做金掌了 够过活 那后来呢 因为被战了 所以开始要做金掌 慢慢慢慢这样子 所以这个帮助我们 这个不讲也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部分 这个很惨很辛苦的部分 就是历史 如果要讲历史 只能讲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个离间佛教八讲 好了 讲的太多了 所以 还是有点时间 因为大家都有准备 所以老师警告 警告我 他们有 有必要的来 你准备应战 好 现在应战 谢谢大家 耽误大家很多时间了 都是 再次来 非常谢谢唐老师精彩的演讲 我想我们常常在讲 之前做一天的调查 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平面 没有一个立体的历史脉络 那今天唐老师用历史的内学的方式 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个 两个大计划 其中一个就是历史的当代 在地方道教或者是民间佛教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案例 给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地区 然后不同的仪式传统 怎么样在交错 而且非常好的文献史料 可能是从汉语末 魏初 一直从六朝 然后唐众 一直到明清 都有资料 然后还有很多可以讨论 刚才提到的就是 寺院的佛教跟民间佛教 所以在道教 我们也有差不多的发现 公关的道教 跟地方道坛的一个道教 这个很多是可以对比 然后还有就是说 刚才讲到最主要的移民的传播 我们也发现很多 从核心地区 然后发现江西 不管是道教龙虎山 或佛教的慈化寺 或是往周遭 传播出去 这个可能有很多可以对话 我整理就不耽误太多时间 我们就先开放给各位来提问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真刚 谢谢老师 非常感谢您到正刚来做这个演讲 我们上礼拜才聊了很多 那我想问几个问题就是 刚刚就是我们在讨论那个慈化寺 就是西极房西极房他们怎么传播出去 那可是您最后讲了一个 慈化寺当时田产是那么丰富 他不需要做金灿 可是这个其实埋下了一个疑点 就是说他不需要金灿 他这些金灿或者说仪式科仪是什么 变出来的 因为他的看起来这个他不是 他不是东凑西极 他是整套东西的嘛 不太可能 所以普安这个传统不太可能说 他是 就是短短几代或几年之间 他就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追到 就是说 就是回到你最早的这个问题 这个和尚要不要娶妻子 娶妻子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看和尚娶妻子 他不代表他一定 第一个他不代表他一定是仪式生 或者是我们现在看的金灿生 这是两个问题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仪式生的传统一直都在 就是即便在四月年 我们现在看那个 反正宜监制或什么资料 我们都可以看到 很多的寺院里面 他是不同中派的 比方说他有华颜的 有天台的 有净土的 有禅的 不同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就是一个寺院里面 他其实不同传统的 但是很多的寺院里面 都有仪式生 就是他专门是可以做科医的 尤其是余且宴口的这种科医 就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这种 然后这个到宏武年间 就变成所谓的应副生或者应教 我们现在知道的应副生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很多寺院里面 应该都有仪式专家 然后他们可以到民间来做科医或什么 那是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证据好像是明清之计 好像这些都到民间来 然后开始在民间有一个传承 好像看到我们不同的传承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又看到一个 就是你的资料里面又呈现出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的形态是很多元 虽然我们看到他们用了一个仪式框架 我们现在姑且说这个是道教仪式框架 现在看起来它也不是道教的专利 很多的传统 我们现在看到余且教 地方就是明北这些余且教 他们也会用这种仪式框架 但是也是都会有发咒 也是都会有曹科 有这个变神 有这个正气幽魂 但是它套上不同的神谱跟这个 不同的这个仪式技巧 它就可以转换成为另外一个传统 那不管是余且教的 还是佛教还是普安的 可是你的这个看起来就是 它又有好几种组合 比方说它会有文武 它会搭配驴山的 或者它就是套用了一个这样的 仪式框架做的一个朝科 所以它的case by case 好像它的组合都很不一样 虽然它都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佛教的万表 所以就是说 很感谢您给我们看到一个 很多元的佛教的这种 地方佛教的传统 它的复杂度跟丰富度 像阿差利教它又是另外一种形态 所以它可能不是我们想像的 它的民间佛教有一种 它是非常多元的 然后它的搭配跟驴山的这种搭配 也是很多元的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思考说 它是不是跟这个 传统的这个 寺院里面的这种 金灿的仪式传统有关 而且这个可能很早就开始了 我们看到六朝时期 唐代到元明时期 都有这种 寺院里面有这种仪式专家 这个仪式专家的传统流出来 然后如何跟 当时就可能已经跟道教有所互动 我们知道的这种 宋元以来的这种 不管是水路会跟这个 跟这个房路灾的这种互动 其实这个都是这种 大的互动里面的其中一环 我想就这几个问题 请教谭老师 谢谢 对 谢谢 我过去那么多年发现 积极最得意的就是跟 跟道教学姐对话跟一起做甜蜜 因为这个学了很多 不然的话也看不到 先回答那个 关于这个佛教核心的东西 当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早晚课 跟拜餐 跟那个余前宴口 或者是蒙山 这是原来寺庙都会做的一些 一些核心的东西 这是原来 但是 比如说慈花寺 他不用不用对外 他不用对外 因为田场非常多 但是到了清代他有传记 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和尚有 偶然有些和尚的传记 他会知道 后来就比如说清朝的军队 就给占了这个寺庙 活着他跑光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那回来怎么重新绘乎呢 刚我们做了我们的口书史 很像很像 他就用他的那个早晚课等等 吸引 就帮 开始帮人服务了 帮你送经啊 帮你开 所以把寺庙的东西拿出来 到了清朝我们看见有这一类的记录 所以我猜就是把寺院里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带到你间 做一种服务 这样就开始 然后也传给 传给出那个 在家的居士帮忙 帮忙 开始的时候可和他们还是和尚 就是说不结婚 后来又慢慢又又这样 所以这个过程我现在猜是这样子 这原来是寺庙的 那后来特别清朝 因为我们看见 现在我能够看见能够考证的 都是从清朝开始有一个变化 可能是那一段时间 所以那一段时间发生什么大事呢 我们有一些想法 但是不能靠到每个地方 反正在词化呢 就是明清之间 寺庙词化寺 那些人家就是给明末的那些仗领 反清的那些仗领 仗了以后他就没有了 没有后来过一段时间 现在在清朝的时候 就重新建立了 重新建立他就利用他那一种遗失 只有诵经 只有那种拜餐 或者是放宴口就是渡王了 去服务 然后这一段可能就是 好像我们刚才看见那个浦安一集 后来他又学了农府山 他是学两派 但是他基本是佛教也学了 所以慢慢我们今天看了都问了 两套就一起了 所以我们看见了 浦安又很复杂了 浦安原来浦安就是一个咒又服吗 他很关键 但是那个浦安如果我是对的 我的考证是对的 是元以后才有 原来宋桥没有浦安奏 浦安只是送那个金刚经 因为有个故事说他有人 请他超度他的送了一遍金刚经 他说也没有搞错 送一遍 后来他就再送一遍 所以他送来送的都是金刚经 就没有讲浦安奏 有讲旧就是明年奏 所以没有就是他早期的资料 所以是以后发展 跟音乐很有关系 跟音乐有关系 这个因为去年讲了 这个也是比较复杂 所以浦安后来是后来的时候 有结合了一种民间的更大结合 所以总的来说民间佛教觉得是 他从寺庙比较清楚了 因为不同地方都有这个这个说法 从寺庙到了民间 再跟道教混合 问题就是说在哪一个时间点 如果是清朝 清朝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过地每个地方都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现在从你的综合的情况来看 都是差不多清中叶以后到民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民间的香花 这种传统都是清中叶以后才 我能够考的 当然很多没有证据啊 就是传说 我现在就是说 有稍微有一点文字几乎的 我可以考的这几个地方 就是刚才你们都看了 宋元以来的这个应付生这个传统 后来就消失了 还是说 没有消失在湖南就是寄宿了 就应教 湖南应教 可能是原来这个传统 可能是 但是应该也是清朝的时候 应该也是清朝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考的 他们讲是临朝 当时没有很确实的证据 更像清朝 会更像清朝 就是我可以看到的 好像说那个田叶我们很熟嘛 他说我们看到他讲的是临朝 他讲的是临朝 你有考据一下 有没有其他旁证 然后我看比如说 跟慈化寺本身的那个土一起看起来 更像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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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临朝他是很旺 他也有可能 但是我更像清朝 那现在我不敢下病论了 所以还没有敢写文章 现在可以慢慢开始写了 因为多一点证据 多一点文迹的记录 所以也希望从其他人的田 也可以一起来考证 好 哪位 要感谢谭教授给我们这么丰富 这么大一种的启发 帮我们研究这个领域 因为我们都很 很关注这个法的 法式传统的历史背景 然后就是这个法令你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所以我有两个问题 还是两个想法 第一就是你开始讲之后 你提到什么是主流 什么是非主流 那如果我们看这种民间的传统 无论是民间庙域 这种拜神明的宗教 还是道教 还是这些法师 红头法师 驴山法什么的 是不是这些民间的传统 才算主流 如果我们看历史的社会 然后是不是多数 人口多数的文化体系 他们的文化是从在哪里 是那样的场所体验到的 是不是这种民间宗教 还是民间佛教 才是传统社会主流文化 而绝对不是什么微妙小数的 那个儒家思想 那个我这就是整个 汉学里面最矛盾的一件事情 是人一直要强调儒家思想 是不是什么很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可是却是微妙小数 是大夫里面一部分 才真的在实践 这个儒家思想 所以第一 我知道你的研究 跟其他的研究 就是提醒我们 要多疑问 什么真的是主流 反而是这些民间的东西 其中你也提到 和尚也会去老婆生子吃肉 到清末 这个也好像是主流的一个现象 然后这是很重要的背景 帮我们了解 为什么在清末 明国有这些佛教改革运动 太虚跟他那一代的宗教改革专家 因为那个才是主流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很多地方 甚至什么也会提到 台湾的清朝的和尚 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的公文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背景就是火家和尚 是这个民间佛教的一种背景 如果我们看他们的仪式内容 因为现在有那个Daniel Stevenson 有分析宋朝的佛教仪式 他也有利用很多那个 诸宏编辑的东西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佛教 跟民间宗教跟其他仪式内容 到底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要说 什么真的算佛教仪式 其实现在我们有比较好的研究 如果你看这个民间佛教的内容 有多少真的是反映这些 从宋以来真的佛教的仪式呢? 然后有多少是比较接近旅山 还是这种眉山、灵山 这种法师的东西 然后还有很多好像是正义派道士 都有这些巴州啊 什么这个道教仪式狂教 也好像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是看这个内容 你觉得除了他们念这么经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很重要 他们在念这么经 多半应该是佛经 我不知道 可是他们的这些可以 那个内容 多少可以说 这个真的有佛教的一个来源 然后多少是这些法师的东西 他说那些道士 是不是? 首先要讲的就是 普安在台湾的发展是一种特例 它原来跟法没有关系 但是很有趣 到了台湾它有一个 那我就没有研究 在台湾研究人间也是很拥挤 太多了 太热闹了 不用不用来 不用我研究 所以台湾我没有研究 但是我很清楚 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 其他地方没有那个法 这个第一个 第一点你问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怎么决定随时主流 peripheral 跟marginal 随时core 在中国 传统的中国很清楚 皇帝 就是皇帝说了算 政府认可的就是主流 政府 所以老古人写了一本书 就是China as a Religious State 就是中国的政府扮演了罗马 天主教罗马 教廷的角色 它不光是管政治 也管宗教 而且管宗教 随时政治是行 所以在中国 所以我们是用了它那个 所以佛教受国家认定的 我们很清楚 有什么 华言宗 禅宗 天台宗 那些都是国家认可 所以我们是相对哪一种 对 你说算人数 绝对是民间的 人民的占到多数 所以但是现在 现在就是流行说 不能以人数算 所以香港有200万人 示威也不算 不能人多就算真了 不要问真 但是随时对还是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研究宗教 我觉得不行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讲 narrative approach non-confessional approach 我们一开始不能讲 right or wrong 我们是先了解 聆听 专重 这个是民间传统 它有它什么都有说法 我们再来解读 那当然我们要critical 我们就说它说明朝 我们就说明朝 我们就说明朝 我们专重也是明朝 但是我们看 所以刚才你问宗以来 我不能回答 因为我手上的材料 都是清以来的 清中业以来的 所以我怎么样可以讲 因为你说普汉是宋 所以跟普汉没有关系 后来元朝才有一点关系 所以元明 这个这个 因为普汉它有明 所以才可以退到一点 所以宋以来是怎么样 真的很难回答 所以一碰到历史 我们宗教学家 根本能够说话 就是历史学家都觉得 你们提供不识历史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特别问那个科医内容 如果我们有个族谷 是什么 说我们是总是那一代的 产生产生产生 我们可以看科医里面 这些象征 然后学这些象征的移动 跟领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资料 对 很多人反对 exit 就是根本 但是 我们也受很多人一点影响 他说 边来边去 他都有一个根本 佛教管师 道教管生 这个是很根本 就是道教你来度 度完你都改 改不了 就是你边来边去度寻佛教的一种根本 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道理 但是我换一个讲法就是说 这个是 怎么讲呢 佛道不能分家 就是说 就是因为他们的 建基于人的一个 一个根本的宗教需要 所以你关是管洗 不行了 你也要管生了 所以你一定要借道教 道教只管生也不行了 人不光是生还会死 所以你一定要管洗 所以 所以我觉得 我忘记的是谁说 有个学者说过 没有离开佛教的道教 也没有离开道教的佛教 所以你不懂道教 不能研究佛教 你不懂佛教 不能研究道教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跟道教学者一起 所以 因为到佛教的根本 就是我研究的都不是佛教 所以 所以我只好靠道教 道教 觉得你不懂道教 所以现在唱作一种 读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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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开玩笑 所以你问的都是很好的问题 但是 对 回答就是 我只能 只能知道清理后的画像 因为材料 有多少材料 能够说多少话 好 好 非常 今天真的收获很大 这个 看到有 中国宗教里面的 这个方面 可能是 我是原来不知道的 所以今天非常开眼 谢谢 谢谢谭教授 我在 你讲的时候 我想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说 还是和佛教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佛教 从宋以后走向衰落 啊 这种衰落 可能其中一个表现就是 原来的寺院佛教 难以延续下去 那么是不是和你这个 所追溯的 是有点类似 就是从寺院流落到民间 一旦流落到民间以后 可能就和传统民间宗教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 你也可以说这是个中国化的过程 就是说 本来是佛教的 在寺院里的 但后来 离开寺院 进到民间 就变成民间宗教 或者更多的就是传统宗教的东西 而近代佛教的复兴 或者倡导的复兴 就在竭力的 在从这个当中挣脱出来 所以才推动正清佛教 正清佛教就是要把这些 融合了民间宗教的这些东西 再清理出去 或者重建寺院佛教 就是要把这些再推出去 因为我在美国做田野 也遇到就是强调正信佛教的寺院 就是说你连祖先崇拜都不一样 那不是佛教 那是中国传统信仰 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努力 是近代以来是很明显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 就是说你所研究的这些 我还是有疑问 真的是佛教吗 我觉得这个 问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要就是说你要 你还得再做更多的论证 如果说他是佛教 你说你要从 我觉得需要说 从他们所用的经典 他们所举行的仪式的结构 他们的相信的审理 以及他们的组织关系 他和 是不是还在竭力的寻找与寺院 或者道观 建立联系 因为中国的民间宗教 很多的时候 组成相会 他还是要围绕着 制度性的宗教 来重构自己 就是你这里好像是 跟制度性宗教完全脱离关系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还是说他们也在寻求 与寺院和道观的关系 那么如果是他们寻找的是佛教 那可能就更多的像佛教 如果寻找的是道观 那可能就更多的是道教的东西了 所以我在想 就是challenge你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研究的这是民间佛教 还是民间宗教 就有佛教色彩的民间宗教 因为他不能说他自己说是佛 就是佛了 大家知道 这个一贯道的都是佛堂 也不因为说它是佛堂 就成了佛教 它是一贯道 那不是佛教 它融合了佛教的因素 更主要的还是一个 其他 在你的这种气候下 可能就更多就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 所以很想知道它和制度性宗教的关系 另外就是政府在起什么作用 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这里好像政府完全被排除在外 所以政府是在把他们给进行制度化的管理 让他们辅着福 怎么让他们联系到制度性宗教呢 还是完全放任不管 谢谢 对 对 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也是常问的一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懂一点辅导 懂一点conference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深层的 怎么样讲呢 一种心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就因为现代化 我们民国 民国的时候碰到西方 就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如西方嘛 所以传统肯定出现问题 所以文革才要文革嘛 从文化根本来改变传统西化 所以中国有一种深层气的这个东西 觉得哎呀 所以都借用西方的 借用西方的 比如说新教的 所以它是反仪式的 所以它就有一种传统的东西都有一点问题 是这个大背景底下 所以现在学姐都避免用衰落啊 邪教啊 这些名词 就是说包括那个 也关于那个 Colombian退休的 郁靖方 我也跟他谈过 他说不能讲 送以后衰落 不是我讲的 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他是绝对 现在没有人家讲 只能讲 就是说他有一种新的发展 不同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 就是说 但是关键的就是 他算不算是佛教 但问题是谁说了算 谁来平呢 为什么要平呢 那你打电话给释迦牟尼佛 这个是不是 我就WhatsApp他 你这个是不是佛教 他也不能了 佛教原来就是邪教 佛教原来就是 那个印度教的一个 一个反对印度教 所以绝对是邪 就跟基督教语言 开启的时候 他是罗马的一个邪教 所以他要基督教要在坟墓 坟墙里头聚会 在坟墙里头聚会 不是邪教还是什么教 所以他们都是邪的 开启的时候 所以谁来定 为什么要定 因为当时 罗马的教材是主流嘛 所以要定嘛 所以就是说 谁 那好啊 我们可以讨论啊 但是怎样来讨论呢 这个问题 所以我更喜欢 narrative approach 就是说 好 你先讲你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一开始没有人在讲啊 你就是 你都不是佛教啊 那谁呢 那当然 一观道是一个人 唯一我们讲的 他没有三规一啊 那他随时可以加一个三规一 那就变成佛教嘛 所以这个 这个不能这样去讨论 所以这个是 首先我们 对政府是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问题 政府的态度很 你不 都牵涉到我的政权 我都可以容许啊 所以我只要把你 规范去管理 所以明太祖就这样子了 好 这样子 反正你不反应我的 我就三教啊 有那个教禅 其中一个一个 就归那个教嘛 完全禅了 等等 他就分类了 现在中国大陆也是啊 我们就分一个 那个 宗教局 第几 第几个科啊 第四个科啊 第四科 就这样 管银建计量 他也算是一种 受了嘛 因为现在 现在国家 稍微稳定 跟有 可以说 可以say no 可以say no to America 所以我们现在不同 不同的民国 当时清朝当时 什么熟人在吸附啊 所以情况不一样 所以讲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很多 旅边的 很很强的历史 我们习惯 习惯的都是说 那些故事国教 有一种叫正性佛 当然有正性佛教 但是我们的 那个标准怎么样 所以比如说 举一个很简单的理解 日本人讲 你所有中国佛教 都不是佛教 都是中国宗教 因为佛教是讲无我的嘛 你们讲 讲那个佛性 那怎么样讲佛性出来 就是违法这个根本的佛教啊 我们讲根本嘛 讲空了 无我 那怎么样讲 一个佛性强清静啊 佛性强清静啊 佛性强清静 那不是一个permanent吧 不是违反 所以比如说这样子 它也有大体道理啊 所以就中国佛教 也变成邪教了 都不是正性啊 都是民间信仰 都是把你们原来 中国人的那些思想 加到新加牟尼佛里面的东西啊 所以举一个很简单的理解 所以就是你就先怎么样画 可以讨论啊 当然可以辩论啊 跟日本人辩论啊 这个佛教原来也有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很复杂 但是谁正谁 谁不正呢 这个是很难讲 就看你 谁 而且谁说了算 日本人说了算呢 现在我们不用听日本人讲啊 以前他日本就是 现在那当然我们可以站起来啊 怕台怕灯 你算是老几 我说我们中国佛教不识佛教 这个是一个例子 当然你可以根据其他 你做仪师 做经参 但是你现在去佛光山看他们也做 也做经参 但是不识佛光人 不可以去参加的啊 也做也是他原来很重要啊 所以经参不经参不死 不是关键 做不做仪师 做不做渡王 当然他讲人间佛教有他的意思 在当时的环境 确实是要要把福心嘛 现在说福心也不是一个好的字 因为福心就代表你先碎落才有福心嘛 他说从来没有碎落嘛 碎落你是从一个偏见来讲 所以他是重新一种新的佛教出现嘛 当然很有意思嘛 但是他的关键就不是你做不做仪师 做不做经参 做不做渡王 这些都不是他的错嘛 这都是一种 你可以讲方便或是因应人的宗教需要 没有这个肯定要另外替代 你没有这个他就讲道教嘛 总是也能来做嘛 道教也不讲 起码你要讲基督教 你总是要做一场嘛 基督教也好啊 做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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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追思 追思密杀嘛 不讲一个神父嘛 再不然再找一个意思 来找也可以 那还是要做嘛 所以这个仪师总是要做嘛 所以这个关键不在于仪师 也不在于仪师怎么做 而是关于那个 当时的一种一种环境吧 我觉得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关键 所以这个不能三言两语可以回答 这个问题 就是谁是正信佛教的一个问题 只能这样解 随便乱讲 我是宗教所林静志 我最近这一年来 跑了很多台北部山区的一些民间信仰 对我自己的宗教学的一些方法论 有很大的翻转 这个情况很像你说的那个十三坊的情况 他是几个村轮流的 像现在正在深坑石定跟平陵轮的 迎关路妈祖 他就是从一桩隔天到另外一桩 这样一直轮 那他翻转我的地方在于 谁是主体 主体不在我们所看到的有组织的宗教组织 我们所说的道教或佛教 也不是在庙 像我以前会像历史人类学华兰学派 进村找庙 我发现这个方法也不行 因为主体有时候也不在庙 而是在于那些村里头的人 他们来作为一个主角 所以谁来判断 对我来说 现在我翻转的是 由这些人来作为主角 他们来判断 那我们最近有几个年轻的学者 包括几个社会学的 像杨洪润他们 我们常识的开始想要用 Latour的这个 A&T的理论 去重新思考 流动 节点 然后包括拆解跟重组 其实在明天信仰里头 他的就是把佛教 道教 法的 福安的 甚至有一些基督宗教的东西 像一贯道 会把这些东西拆解以后 他重组 那这些重组的主角 就是由民间的人 他们自己去决定 还要用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 当我在这个十几村 看了一个月下来 每一天每一村 请的仪式专家都不一样 由这些人来决定 我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今天是 这一村他找的是 道法二门的 隔天他是找瑜伽派 瑜伽派的 再隔天是找 这个福州禅河的 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要什么样的东西 而且 道士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 他要先问这个地方的人说 你们这个地方的传统是什么 然后我的仪式 我要提供给你们的是什么 所以 也不是以前 仪式专家 或者某一个宗教 一个法派的传统 来作为主体的研究方式 而必须要回到明天的观点 去思考 他们怎么样去重组这些东西 这个是我刚刚 一边听你的东西 一边回想我这段时间以来的 反思的东西 我觉得我慢慢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 可以连结起来 也可以跟学术对话的地方 这是一些心得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你 对 这个也是田野的一个乐趣所带 叉叉里说庙 刚才我讲的那个个案就是 有庙但是 十三年那个神才进庙一天 每一年他交换的时间 才进庙一天 然后又到其他的 所以他长期是在人家的祠堂 而且不是一个祠堂 因为一个方可能是五六个姓 所以一年以内 十三年轮一年 轮一年以内 他是一个一个祠堂 要去好再分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社会组成 所以没错 社会确实是谢神与庙会 这中文对社会的理解 是透个庙会来理解 所以你说没有庙对 有的时候没庙 那他没庙了 有庙但是他永远不在眼 神与庙也不在眼 十三年一直在人家的祠堂 你可以跑 所以对 不能一本通书看到了 就是说常常你要 就是你的一方面提供了 他们都是你的老师 所以为什么 就是你要听他讲 所以社会学习不行 我不是看不起社会 社会学习先有一个理论 对不起 先有一个理论 我没讲完 社会学的方法在田野 有的时候用不着 因为他先要求一个理论 然后怎样把这个理论 学生常常问我 你好你先教我一个理论 谁的理论 我就随便讲一个 就讲那个 现在都忘记了 我说不是啊 理论是从田野 然后再提面出来的 再去解释 所以不是说看不起社会学 外是反对社会学 但是社会学这一种 先有理论 来理论去解释我们田野 有的时候行不通 因为中国变化太大 就好像刚才讲一个 好送以后 会是以庙为中心 很多没庙了 很多没有庙的神明 刚才那个就是一个例子 长期有庙的长期 不在庙耶 他在祠堂耶 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庙呢 你讲庙也讲不到他 所以是确实是这个情况 对不起讲错 讲错话 忘记了有一个人格社会学的 这个弹出 你是故意的 没关系 我们可以交流 我觉得你这个提供了很多 很有意思的信息 这个是没错的 但你有一些基本的思路 我是觉得可能 你要想能够更有成效 更foodful 是需要做一些梳理 包括这种史证 田野和理论的关系 你也不这么有理论 你前面提到 你从Lagway那里 就是Lagway提出了一些理论 你再按照这种理论 再去找实际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那种空泛的 来说不能先有理论 然后再去做田野 我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的 不能够这样子 嗯 其实我刚才问的你的问题 就是 比如说我们撇开那些 怎么说 就是很强判断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 诵以后佛教 就是寺院佛教 是相对酸弱的 和唐诵的时候 是有所不同 就当时八大宗形成以后 那种影响 但后来 因为这种寺院 佛教寺院 相对衰落 所以才有你这种 从寺院流传到民间 这个过程 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追溯到说 我往前追到第几代 他们就是某某禅师 某某法师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我在跟你做客观的描写 描述 你却做这种 概念性的拒绝 我觉得这个 我们没在同一个层面上 谈话 OK 所以 所以关于佛教是不是衰落 这个我们那是另外的问题 而是说这种寺院佛教 转向民间 这个是 这是个 你在描述的现实 我只是在顺着你说而已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对于社会学 敌意太强 所以我一说话 你就紧学起来 就全部的 你的这个武装就起来了 没必要 我觉得 实事求是的探讨 是最好 所以我的实际的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种 民间的 你叫民间佛教 他们跟制度宗教是什么关系 你完全得回答 就是他们和寺院有没有关系 他们和道观有没有关系 因为在中国的宗教系统当中 有这种相会 大家组织起来 定期还是去朝拜 朝拜 那就是要找寺院 或者是找这个 道观 就是个什么关系 另外就是跟政府的关系 这个政府 无论是 民青 还是 现代 民国 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所以他们是个什么关系 我没有说 一定说要批谁 对不对 而非你描述一下 这是你没有描述的地方 所以不需要纠缠于那些概念的东西 想听的是你描述更具体的东西 通过这种具体的联系 或者缺没有的联系 来说明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首先 首先盗窃一下 有些时候讲的太兴奋 所以 所以 冒犯 对你讲的我完全同意 当然我们 读书的时候 也是从理论开始的 德克拉 所以 开始 我觉得 他很有意思 但是 我们希望在田野 就是颠覆 我们所 所 所学的 这样子才有 才有 学问才有进步 你问的很 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 民间佛教跟寺庙也没有关系 可能 刚才讲的不清楚 绝对有关系 因为他们完全都是从寺庙 他们自己的理解完全从寺庙那边出来 当第一个有名的寺庙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衰落的话 我们只能从明末清楚的时候 因为刚才就是一个案例了 就是因为寺庙给战乱 那个时候 不是衰落 就是没有了 所以才到民间 所以这个关键点是 起码我们听到看到的资料是 是那个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文革 文革也是没有了 完全没有 如果也真的要讲述到那些时间 那跟政府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系 那个就是政府的一个变化 才令宗教里边有一个变化 所以要回答这个 比较简单 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跟政府绝对有关系 太有关系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 刚才问到的是 是什么 我忘记了 但是主要是这两点 关系这个理论是 我就是说 怎样把理论应用到田野 可能有的时候是行不通 可能有的时候要反过来 就是说 从田野提炼一个理论 我不是反理论 而且有一个 就是真正有用的可能 当然 理论是用启发 对外凯恩理论也是 他从那个实证方便来嘛 也是启发 他说 这个可能帮助我们 解释到我们所见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绝对同意 我也为我所讲的道歉 讲的太过分 太兴奋了 有的时候就讲的过了 过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 跟制度性的宗教的关系是什么 基督性的宗教的关系就是 刚才讲的就是 寺庙 比如说寺庙是基督性嘛 那瓷化是绝对是一本寺庙 但是因为 朝代的转变 比如说 刚好明末清初 他就没有了 他都战乱了 所以二十四条 天下大瓷化 讨光了 如果他这记载是真的 就是在 个别和尚的传经里头 就知道了 好 所以他们就只有跑回家了 跑到乡下了 有些有钱的人就 去供养他了 等等 跟文革的时候一样 你要我们做口述式 文革当时发现什么事 他们就 没有啊 你不能了 所以他就参加生产队了 整个和尚变成生产队 他就在生产 晚上可能偷偷 他就做早晚课 那是另外 那是明天再讲 那是明天再讲 他们现在都是说 佛教虽然有保持联系 如果他们有考证的话 是去佛教 还是去道教 还是说根本那些 完全都没有了 而现在他们是被 划归到佛教 对这个是政府的分类嘛 所以在湖南 那些阿加利呢 他们就劝他 你们就干脆 对正义派嘛 这个好管理 所以他们不肯啊 那这个政府的态度啊 你们都应该登记啊 那普安呢 普安就 叶明生就劝他们 你就到道教里登记嘛 登记你就有道士证嘛 所以他们结果都好像 有一部分人 所以这个是政府的登记嘛 所以我们认识的所有 刚才民间佛教 他们都有道士证了 他们都都 因为你到龙府山登记 你就有个证件啊 你做普安你没有证件 你是违法 那起码我是到 所以他也皈依了 后来皈依了慈发那个和尚 他说我是正姓啊 我皈依了那个祖师啊 虽然那个祖师跟慈发是没有关系 他是从外面调到国家任命的 但是起码我有一个身份嘛 所以从国家是另外一码是嘛 从国家他们都有 有些教片都是他们的证件 都是正义龙府派那个道士 所以他们讲他是佛教道士也有道理 起码他登记的现在 他需要一种身份啊 不然他不能 不能运作 佛教不接受 他们不是正姓的 佛教不接受 他们不是正姓的 佛教不接受 接受是一个问题 时间已经超过了 如果想继续留下来听 我们就听 那无所谓 来先来 对 不好意思 我想跟唐老师讨论 就是唐老师的演讲里面 似乎是把火宅僧等同于民间佛教嘛 就是我在谈听的时候 一直有这种感觉 可是火宅僧 就唐老师所引出来的这些历史文献 他不断的凸显出一个重点就是 僧人虚妻 对 僧人虚妻 就是只有蓄气的这个概念而已 可是当唐老师在谈民间佛教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用唐老师在调查里面 所找到的这些现代的情况 可是这些民间佛教呢 大部分的内涵就是 第一个它是有佛教的象征存在的 依福神像 这些有佛教的象征 但是他们寻很多女三的法 然后他们打的是佛道教架过的教 所以我的问题是 第一个民间佛教是不是等同于佛宅神 这是我一个疑问 第二个是我们如何归纳 归类民间佛教的问题 就像刚才老师也提到的 如果我们从象征来看 整个民间佛教的仪式的系统 主要是以旅三法作为基底的 但是他们是也提到说 他们有文坛跟武坛 文坛是以佛教的经常为主 武坛是以旅三法术为主的 它看起来像是一种 如同道法二门的形式 一种世道、世法二门的模式存在 在台湾我找到世法二门 就是这两种 比如说它是一种组合的模式 那这种组合的模式的佛教仪式 其实很少 我不曉得、我不确定 我想要请教你 就是是不是他们大部分 都用打教跟旅三法术 而很少看到世怨佛教的遗鬼 这种内涵 那如果是的话 我们或许是不是可以 把这类的民间佛教 就是世法二门或者是 把它称作为佛教化的法教 也就是黄建英说的 私教的这种团团 现在劳多义也说 中国有五种宗教 如是、道、法、乌 法也成为一种宗教传统 跟明天信仰一样 它不是很有制度性的 很结构的、很一致性的 它是一个相对松散 可是他们具有共同的一种特征 他们都有他们的法坛 他们有他们祖师 他们做曲邪、奇语、打教的这些仪式 那他们可以披着道教的外表 他们也可以披着佛教外表 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归到法教的系统去 好,谢谢非常好的问题 第一个火宅生的问题 因为从来没有人用民间佛教这个词 而且当年提出来也受了批评 就是说民俗应该叫民俗佛教 不应该民间佛教 什么是民间佛教 从来没有听过 对,就是有些学姐这样讲 所以这个是imagine出来的 就是学姐创作出来的一个词 只是方便我们去讲 不是这些东西叫什么 就是起一个名字叫民间佛教 那问题就是 原来如果它是有历史的 就是不是1997年以后才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怎样叫它呢 在传世文宣他是怎样叫呢 就好像说我们当初我们就把仪式专家都叫道士了 反正道士了 但是他们怎样叫自己呢 就是有一个native term 所以我是从传世文宣去找一个名词去形成这一帮人 当然这帮人不是所有火宅生都做一事了 但是也有 刚才我也指出了 有一些是相关的 所以我不是说火宅生等于民间佛教 不是 火宅生是民间佛教的一个内部用的词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 所以不是 只是所以对 我也觉得是有一个不同的 但是民间佛教肯定是近代学姐唱出出来的一个词嘛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个 他们原来怎样叫自己呢 比较相关的 但是虽然不是等同 但是火宅生里面肯定是有民间佛教 这个是有证据可以认证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关于那个它本来是不是法教呢 你提出一个误 那个老板讲这个误 我觉得他讲这个误是指 spirit medium 附生的那一种 这个跟原来起码我们 对台湾有这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在福建 广东江西湖南所见到的不一样 spirit medium是另外一帮人 他们叫脚马 他们叫施教 是另外一位 中文是法 有施道法 对 这个是湖南也有 但是这个不是 不是我们讲的民间佛教 所以它有混合的 有施道 有施法 有法道 有福和有 所以可见 所谓的佛教那部分 原来不是法派 所以这个没有历史的根据 反而我有历史的根据 它原来是佛教寺庙出来的 这个都是他们有这个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也回到当时 刚才的一个问题 谁问 我让谢老师 就是原来佛教的仪式有什么 就是我讲的早晚课 参与跟蒙山 跟那个燕口 这些是基本 他们做 现在我们看到的 都有这种内容 在里面 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佛教原来的 就是这些内容 所以绝对不是法派 它的根源绝对不是法 而且因为很清楚 他们分的很清楚法派是另外 所以佛教是Spirit Media 它是另外一个系统 虽然现在也有一种 比如说在台湾我们看见 那些普安 普安教就是 就是Spirit Media 有这个 有这个文化 当然我猜是后来 我没有研究 后来的一个发展 我们也要专重 也要去理解 也要去研究 但是我这块我就没有了 Spirit Media就没有了 我看超然好像不是很满意 所以我们时间超过了 我们没事等吃饭 那有事可以先走 我们就接着再谈一下 所以刚才提了两个 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你是说是佛教化的法教 或者我们也可以讲是法教化的佛教 对 那唐老师这边的说法是很清楚 他能够掌握到的资料 就是这一批传统就是从磁化寺往外传 传道的当地 他还是先到当地建了一个寺院 就是我们现在看有所谓的寺院印教 然后跟民间的印教 对 那这个是之后的事情 那你讲的那个东西 又是更后来发展 跟道教组成佛道二教 那他也可以跟师教变成师道二教 但是刚刚好这个佛跟那个师 就是所谓你也讲的法 这两个不能结合 这是在目前大多数地方看到的 反正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可以个别跟道教结合 就是佛道师嘛 这就是法 那反而佛跟法这两个是不能结合在一起 他用的更多是普安法 但是在广东这边 你说你看到他们用很多履山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很清楚是一种复合嘛 他在做履山的时候 他已经可能就是佛教化 对 但是他是同一帮人啊 他是两套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图片呢 所以他也吹牛角啊 但文坛他也做 所以当老师真的是两个公交一起 两个公交 他是两个传统 如何 如何在一个最成为的 成为这个应得的一个地方仪式传统 原来你是用的这个词 Obermire用的这个词有关系吗 他用的那个Folk 不是什么 他讲的包括Satarian的一种形态 所以我开始就讲 我关注的是地方仪式传统 这一块反而他没有关注的 我关注可以说 其实法跟所谓佛教 其实所有的法有非常庞大密教的部分 所以所有的法派里面 他们的神父啊 什么都保留很多很多 唐宋一些密教的内容 所以我记得还是有 在不同历史接规 传下来一些密教的内容 所以说不定 尤其在明朝那个明太 他有什么的那个艺术感染里面 他也有设定那个教 有什么那个 我问你 然后那些教的也是专门做艺术的 然后可能是 是商的为止 我不知道 可是连 那个瑜伽眼口啊 什么也是很容易教的内容 所以这个也有关系 你讲得很好 所以那个 天定 他刚开会的时候 他也提出 不过不光是开会的时候 提出 他提出那个 Tentric transformation 大概唐以后的一种 整个中国宗教 一种很大的一个改变 改变了整个 不光是佛教 不光是道教的内大 当然它的内大影响也很大 所以是绝对是密教的影响很大 这个 所以很复杂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我想到的是另外一种 在民间的佛教 或者可能不只一种 但是在今天讨论麦若以后 没有提到的 是像各种祖师 清水祖师 显印祖师 这些祖师 他在民间 他的显像就是 穿着佛教的袈裟 可是他在民间却是 非常民间化的东西 然后 这个部分 不晓得跟你讲的 民间佛教的关影是什么 另外一种是在 台湾讲的灾教 这种 他可能其实也会结合了 某一些像荣华的 也有一些佛教的东西 但是也有一些 民间的诵经的东西 那这部分跟你讲的这个部分 又有什么关系 谢谢 对 也问得很好 就是关于那个 刚才第一点就讲了 祖师信仰 在福建非常流行 祖师非常多 所以有人写过 就是祖师信仰 就是把很多人都变成祖师的 成为一个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我自己没有 又有人写过了 没有研究 就关于这个灾教也是 就是比较近那个 所谓的 Satarian religion 所以民间佛教有很多 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开始讲 叉叉比较少人研究 Liturgical Buddhism 就是仪式的 因为要懂道教 不懂道教很难研究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跟道教学姐一起做 极有这个方法 所以你看 老公恩也是道教 John Taylor也是 张道教 林振言也是道教 所以我的朋友 都是道士 和尚都不要我 好 还有没有想要问的 其实刚才那个 近世刚才问的问题 当然先不是 曹老师今天要处理的范围 但是你刚才有提到 之前的问题 特别提到 就是说 他可能那边都不用庙 也是要有点 类似何元十三八 那个形式 但是我们在大陆 看到很多情况是 他是不要庙 还是他还没有建庙 他有时候在朝建庙的过程 走 对 那他当然有可能建完 就会变成那个情况 但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庙 有一个庙 但是你中业也有的发展 那第二个是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 他们目前山区 兼可以找任何教派的 的仪式专家来做 但是这个要考虑一个 现代化的进程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但是三十年前 他当地的移民社会还在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他们安息籍移民 他们一定找他们安息籍的仪式专家 这个是分的蛮清楚的部分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要猜一句 也是 我的老师 老师教训了 为了老师问庙 你要问哪里萧香的 那有的时候没庙了 他只有一个坛 没有一个建筑物 但是萧香的地方才是关键 你有没有萧香的地方 你们在哪里萧香 这个才是关键 反而有没有庙 庙只是一个建筑物 有的时候他还没建 或者是拆掉了 文革的时候拆掉这种明庙 他还是 他还是注意哪个地方是神圣的 要在哪个地方萧香 所以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对 你讲的很对 有没有庙不是关键 那会不会萧香 肯定有萧香吧 在哪里萧香 在山啊 还有刚才讲了很多庙会 朝圣的 pilgrimage 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个电影 范华拍了一个庙峰山 完全都是清朝的背景 他们讲的都是整个格局 我讲包括他们的用识 因为我没有研究过庙峰山 所以包括庙峰山 他也是完全用了清朝 那个政府的那一套 那一套秦司去组织那个庙会 所以还是清巧 好 还有吗 好 上来 接着 台湾先生人家说 其实庙不是最关键的 神像也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是香儒 一定要有香儒 所以他们可以香儒 一来一去 没有神像没关系 没有庙也没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很多时候盖庙 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陷阱 因为山区太远了 该在哪里都不方便 所以他们采用轮式的一个情况 所以 那我最后想还是问一下唐老师 你的民间佛教 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定义 相对于寺院佛教就称为民间佛教吗 还是有没有可以什么定义 我也很讨厌定义 就是说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你说你现在几点钟啊 你马上闲闲 有一个时间 英文就这样 但是我问你 define the time 就麻烦了 但是你很难定义 就是定义 time 比较麻烦 不代表你不知道什么是 time 我问你时间什么 你还可以回答吗 现在是几点钟 所以定义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要一个定义呢 肯定有一个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大概我们知道大概有个范围 我们研究就是这样子 你干嘛还要去定义 定义肯定有不妥当的地方 所以大概定义就是 相对于寺庙佛教 或者是政府认同的 一种在乡村做仪式的 一些仪式传统 以佛教作为仪归的 只能这样讲 你当然不满意了 当然是很多漏洞 我们这样子去改吧 所以我觉得 无事不开刀嘛 不是什么都开刀嘛 那个定义就是要开刀嘛 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嘛 你干嘛都没有没有问题 你要开刀了 就会干什么 所以定义也先要问 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定义 我要听门说 你要我这样子 就是刚才讲 你刚才睡觉了吗 好 虽然我们时间还可以继续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三天的会 所以说还可以很多的讨论 然后我们大部分是 关于比较道教或佛教 大家会在这个场次 其实干起来很多问题 都通过当代的口述史来回答 所以当时我们提出 要做口述史的计划 也很感谢我们那个Ferduo 可能不是这一块 我们就期待明后天 我们再接着讨论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特别谢谢谭老师 给我们的很精彩的演讲 我们再热烈掌声 谢谢谭老师 谢谢各位